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侨的话 孙先生还是听得进去的 你什么意思啊 我去找孙先生 你 对 念先生 我很钦佩你 好 下面请赵明同志宣布一些事项 是 张文静 为悼念列宁先生逝世 大会做出三项决议 第一 电焰苏联致哀 第二 大会休会三日 以示哀悼 第三 广泛宣传列宁先生的声庭和事业 广州各机关下办其三日 一会儿 大会遍 用来 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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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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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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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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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任何其他的政党 如果有一个以上的党籍 便需脱离一个 要么加入这个党 要么加入那个党 不能骑墙 不能跨党 任务 此番言论分明是针对的 再看看 展堂兄 此提议若有十人以上符合 应于成立 有十人以上呢 你听听鼓掌的声音 展堂兄应该听得明白 好 有广州特别区代表方锐林之 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提案 复活者已达十人以上 宣布成立 下面予语辩论 共产党有了党 为什么还要混我们国民党 跨党 跨党之汉 那就是亡党 同志们 此提案提得好 里登通过 我本来是整个入戏 让他们不要我 他们不要我 当初就离开 不能走 要距离立场 你真无论 是 胡罕民主席 我请求发言 好 下面我们请 本次大会的主席团主席 李首长先生 为大家发言 在下李大舟 原为共产国际共产党员 此次携朱同志加入本党 仍是以个人的共产国际 共产党员的身份 而加入国民党 我等在加入之前 在理论上 事实上 经过仔细地研究 审慎再三 并与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 几番讨论 总理已允许我等 见跨固有的党籍 而加入国民党 我等方式加入 我们的加入 目的非常之明确 参加国民革命运动 为国民革命之事业 而贡献于国民党 并非是要将国民党 化为共产党 更非是为个人的私利 或团体的侨取 而嚷窃于国民党 所以我等的加入 并非阴谋鬼祟之局 而是光明正大的行为 我等愿为国民革命之事业 服从本党主义 遵守本党党章 抛头颅 洒热血 共赴革命之艰难 望 诸位前辈 同志 只是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廖仲恺先生发言 本人首先要问 我们的党是什么党 是不是国民党 第二要问 我们的党是不是有主义 是不是要革命 那么如果 能够拥护我们的主义 能够将革命进行到底 那一切皆可不生问题 所以本人以为 共产党员的加入 是本党的新生命 在座的驻军 如果不以为然 那么先请闭目尽私 想一想 刚才首长先生的讲话 他们的目的 究竟是为什么 很显然 共产党不是来拖累我们的 是来和国民党 一起做革命工作的 所以 请大家私之 再私之 说得好 这才是本党的政治 我看 就没有必要再增加什么条款 话说天独嘛 是不是 同志们 同意 同意 说得对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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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呢 也没什么太大的争执 主要是 有几个代表 担心会影响本党的党义 这种顾虑呢 也不是没有道理 那就申明一下记忆就可以了 就没有必要呢 在党章里再加一些新的条文了 是不是 那 注意代表 看看还有什么意见 三十九号席 请求发言 好 请教 本席认为 本阿的观点已经清楚 应停止讨论 递基 付诸表决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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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民党党章 不再增加其他条文的 请举手 好 我宣布 中国国民党党章 表决通过 好 此次大会的成功召开 标志的国共两党合作 本地反封建革命 统一战线的建议 本志 我就知道你在屋里 干吗 你 要去澡堂子 你 要去澡堂子 国民党的这次全国代表大会 开的是寒长淋漓 我是冷汗出了三身 热汗也出了三身 晚上要好好洗个澡 那好 我跟你一起去 正好讨论一下 好 我去的这个澡堂子 你是去不得的 不就是澡堂子吗 怎么你去的 我就去不得呀 我非得跟你一块去 当真要去 当真要去 你可别后悔啊 澡堂子 洗澡那么舒服的事 怎么还会有反悔的道理呀 走 下来吧 不不不 太冷了太冷了 别再往里去了 自信人生二百年 挥荡水机三千里啊 未知啊 下雨了 你别再游了 你当心动着 未知啊 快上来吧 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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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紧的 别动坏了 两档合作 大地春回 眼见 中国的地气就要动 我这几天 一直是激情人意 我还写了一首诗呢 写诗 诗成了吗 成了 您来听听 好 万交怒绿 斗寒潮 捡点心怡 铸铸 铸铸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 为贤春色 上云烧 好诗啊 好诗 好一个 江南第一燕 壮士才行 竟在业逸之中 过假了 秋白 我们目前首要任务 就是要趁着国公两党合作之机 大力地发展工人和农民运动 工人运动 农民运动 还不是时候吗 是 是啊 只是我听着这个农民运动 还觉得新鲜 中国的农民人数众多啊 既要发展工人运动 也要发展农民运动 为受剥削的劳工和农民谋福利 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使命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任志啊 你考虑的可真多 不像我光忙着写诗了 写诗也是抒发好情嘛 秋白 你想当江南第一燕 我毛润之也想当燕 燕子多了 中国就会春暗 好 您好 请问您找哪位啊 二冬先生在吗 您贵姓啊 湖南来的 好 毛先生 先生 您的客人到了 您好 请问您找哪位啊 二冬先生在吗 二冬先生在吗 忠夫先生 你可早来 人啊 就你一人 家俊没来 路上颠簸 孩子还小 太麻烦了 等我在上海安装好了 再去接他们 你看这是公门房 怎么样 这是法族姐和英租界的交界处 非常隐蔽 比三层两安全 那边被盯上了 反正中央机关经常在搬家 就这样 我简单地给你们安排了一下 这个房间呢 蔡和森 向简余他 不得了 是 我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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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我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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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最关键的 你要和执行部主任 叶储仓 协调好工作 那个人思想有情 不太好合作 我相信 你有这个本事 我希望 在上海 你搞出一个 两党合作的样板 请先生放心 我会保持警惕的 明天我就去报到 楼上看看开会的地方 我提醒你啊 不管你是到执行部上班 还是在这儿进进出出 一定得小心 老先生 叶先生在里面等你 叶主任 您找我 对不起 我不会 你这个毛润枝啊 烟不抽 酒不喝 一首文章 却写得非常漂亮 毕竟是 办过湘江评论的 过奖了 倒不是我夸奖你啊 你看你来上海直营部 才一个月 就把上海 几个分党部 整理得是井井有条 但是啊 你也办了一些 让我偷懂的事 请叶主任明示 你把本党 一些老革命老同志 你全都给得罪了 你让我如何是好啊 你听听 你听听这些在听 到现在还在排桌子呢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既然叶先生难以面对 那就让我直接答复 毛先生啊 听我一劝 万物贸然行事 我表达的每一句话 都不会离开国民党党章 请叶先生亲耳见证 他就给大 Saud 也要入山 我们都给他 他是我的 男人 老师 他也听不懂 我还在去 他也听不懂 他要不疼 他也不疼 他不是 我妈的 我现在接一下 你和我 那我接一下 我現在使我们 我许是哪 我接 你哪 来 亲家的老的 老子多 你现在掌管着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组织部队吗 组织部长 那 胡汉民先生 临时去了广州 相助孙总理去了 部里的工作由我代行主持 胡汉民私相授权于你 管理组织部的事务 我不便智慧 只是你毛泽东 不能以一己之鉴随意行事吧 你这是完全不把我们这些 老党员放在眼里啊 此言差矣 谢迟谢老 您可是在早年就参加同盟会的 也是本党的老党员了 我这个共产党人呢 则是根据去年两党的决议 以个人的身份加入的国民党 国民党的党龄还不到一年 怎么能和您相提并论呢 我也怎么敢不把您这位国民党的元老 放在眼里呢 那我问你 你给我们送来这些表格 是什么意思 我们这些有多年党龄的老党员 凭什么还要重新填表登记啊 王先生 我看像谢先生这样老同盟会员 就不要天了 叶主任 请容我把话说完 国民党本次改组 是本党的决议 是孙总理的决策 孙总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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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主任 那就请您代为手脚吧 我相信 诸位的每一张表格 都会填满的 怎么让这个毛泽东 来负责本党的改组工作 本党难道没有裁军了吗 这个孙先生 真是瞎了眼的 且不可如此评说孙主任 谢先生 我跟你讲 这个共产党 我整天在这儿跟他斗 我斗过他吗 你犯得着去登门撞他的枪过我 你犯了 我正告你 这个时候退一步便是亏千里 共产党趁着我党改组之机 你拼命地扩充自己的队伍 这你不是不知道吧 还有你们 我不管你们这么想的 反正我不能让这个毛泽东 自意妄为 我还不信了 你个毛头小子 他能放了天 你就忍忍吧 谢先生 既然孙总理讲要两党合作 那我们就先合作好了呀 反正我记住一条 国民党的大权 绝不可落入他们共产党人的手里 这个叶储仓啊 就是一个笑面虎 明里暗里 就像着那些国民党优派 这个人呢 以后要好好的地方 毛先生回来了 都饿了吧 来来来来 吃点吃啊 辛苦啊 吃饭 吃饭 以前吃饭咱们都热闹 现在就剩我们两个光棍了 蔡和森也送她媳妇回家生孩子去了 对了 任志 你什么时候把嫂子跟孩子都接过来啊 听说陈仲虎先生还老催你啊 仲虎先生是想让我在上海安心工作 我已经派人去接他们了 派我去吧 我去把嫂子跟孩子都接过来 正好好久没回湖南了 我回家跟她父母去 罗先生 这事啊 就不劳您再跑一趟了 怎么了 已经有人去了呀 谁啊 我先生 你先生 我不知道您先生是 有纪律 他可不能随便来这个地方 毛先生看得起他 就把这件事啊 交给他去办了 嗯 我再去包个汤啊 嗯 快吃吧 他先生是 少温多吃 这也是剧离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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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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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背一下 传一下 好 来 传一下 传一下啊 好 扣兵长官的军官前向 应该是长军的 好 长官 你要考什么科目 难不难 我们考的科目啊 并不是很难 在上面都有啊 具体啊 要因人而异啊 长官 弟子在哪里 好 我们的学校啊 在黄埔的长州岛 这是孙中山总理啊 亲自选的校女啊 不是国民党员的 也能报名吗 不是国民党 当然也可以报名 只要是啊 有志于参军救国的年轻人 都可以报名 考我们的学校 是为了北伐 是为了带兵上战场 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 跟军阀统治 是为了中国革命的正义 更是为了民众的解放 考我们军校 不是为了求出路 求发财的 我们是要准备牺牲的 现在我泱泱中华 内忧外患千疮百孔啊 乌云有云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现在国家有难了 我们岂能做事啊 所以请大家 积极永远地报名 报名黄埔 珍惜中华 报名黄埔 珍惜中华 到上海呢 就去法租界 找环龙路四十四号 那里是国民党在上海的执行部 啊 到了以后 去找毛润芝先生 副事呢 是由他负责的 副事通过之后 才能再去广州考试 这比状元还要呢 你们考的就是状元 是武状元啊 放心吧 何大叔 我们不会给三乡子弟丢人呢 李鲜云当然行啊 十八般无益 样样精通 我是说给他们听的 放心吧 何叔 我一定能看好啊 各位 要认认真真地考 黄埔军校 若能更多取我三乡子弟 我何某这脸面 也见光彩啊 若是不能考取呢 也不要他 在哪儿 都能革命 开会节 开会节 你 石头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来找毛先生的 他不在呢 这半年他都在上海 但是军校招生的事 不是何大叔在管吗 我们来找他 来找书翁啊 那太巧了 今天他刚好在 快进来吧 那太好了 书翁 书翁 你看 我又给你带来一个人 书翁 我教你了 你让我教你了 你让我教你了 你站起来 你站起来 你站起来说 站起来 书翁 我教你了 你就让我当命吧 书翁 石头 你考的成绩我就不说了 你还打呼噜 何大叔啊 那石头的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这也是报仇心切 在这次的军校考试中 虽然他的国文和数学成绩不理想 但是也及格了 因为一个打呼噜 把他拒绝了 是不是不太好啊 就是啊 对啊 对啊 叔 大叔也不行 大叔 书翁 书翁 别啊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试试吧 我求你了 书翁 你再给你一次机会吧 你那先别哭 知道你们的心情 可是 干革命不一定非要当兵啊 留在湖南也一样可以干革命 再说 你妹妹年纪这么小 你就当躲在这儿照顾他吧 不 大卫姐 我可以照顾我自己的 你让我哥哥当兵去吧 何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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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 你打呼这事儿 我的预审官可是轻而停到的 地度晒腰啊 你要是当了兵 还不得把军营给震塌了 光潔你比我更了解我保团娘了 她是一点不逊私情的 就算是过了我这关 你觉得你能过她那道关吗 我能 我保证在复试的时候 我绝对不闭眼 我不睡觉 我不和她糊了 叔公 你让我试一次吧 那到时候啊 你的眼皮都沉入泰山了 叔公 叔公 你不知道我地方是怎么死的 如果我当不了兵 我死不明目啊 我九学下的父母 他们也要等着我可以去 当兵抗枪打仗 叔公 我求你了 何大叔 求求你了 你就让我哥哥当兵去吧 何大叔 你让他去吧 你让他去吧 是啊 叔公 你看看两个孩子都哭成这样 说到这儿 您就答应了吧 是给我了吗 你不要啊 那我收回来了 别别别 叔公 我要了 我要 我有票了 我有票了 谢谢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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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招生呢要求高 我得把好这道关 不然的话 那毛润枝 又该说我合胡子 越长越长 这胡子把眼睛都遮住了 再说了 你不光是 在我表直的花轿店 做了整整一年 而且在四年前 你还是去一张检院团的团员 就冲这些 你觉得你何叔 能不帮你吗 谢谢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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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那儿以后 一定要严格地要求自己 做一个合格的柄 我一定做个合格的柄 我一定做个合格的柄 你快死了 要各位留意一下 进入咱们执行部的人 我等你清楚 我的时间 你的手段都清楚 老秦 毛先生 后面好像有人跟踪 跟踪了一个路卡 有数 还龙路四十四号 这里就上海国民党执行部了 对 那我们刚刚见到的 那一定就是毛先生了 对 肯定是毛先生 走 站住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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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